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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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机均有参加 特别是中方出动数架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歼20亮相 这也是该型战机首次参与联合演习 这样的默契安排说明了什么 时事评论员刘洋有独家观察 海峡新干线 两岸开世界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竹 在福州向您问好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栏目由金砖会物用酒 福毛较酒赞助播出 本节目由盼盼食品赞助播出 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 节目开始 我们首先来关注 10号 外交部发言人就中方决定召回 驻立陶宛大使发表谈话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近一段时间 立陶宛政府不顾中方 反复交涉小以利害 宣布允许台湾当局以台湾名义 设立所谓代表处 此举公然违背中立两国建交公报精神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决定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 并要求立政府召回驻中国大使 中方正高立方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发展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 祖国统一的决心不可动摇 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红线不容触碰 我们敦促立方立即纠正错误决定 采取切实措施消除恶劣影响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也正告台湾当局 台独是死路一条 图谋在国际上搞分裂活动 绝对不会得逞 对于中方决定召回驻立陶宛大使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做出回应表示 我相关部门已表明我严正立场 我要再次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 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两岸统一的历史大事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只能自食恶果 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们捍卫国家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 坚定意志强大能力 中国宣布已经决定召回驻立陶宛的大使 同样也要求立陶宛方面召回驻华大使 从效果上来看 这意味着两国现在的外交关系即将降级 而未来有可能出现两国断交的 这样一种严重的局面 召回驻华大使本身就是一种 非常强烈的信息的释放 通过这种召回大使的方式 向对方来释放出的强烈的信息 使双方之间的关系 现在已经受到严重的损害 如果对方不改弦一折 不改正错误的话 那么会进一步的对两国关系造成损害 而未来双方之间的外交关系的降级 以及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 都在预期当中 那么中国通过这样一种强势的方式 向立陶宛释放出信息 大家也看到是释出有因的 是立陶宛方面允许台湾当局 在立陶宛设立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 这种方式是在制造两个中国 是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践踏 那么中方在与立陶宛方面进行沟通之后 立陶宛方面没有改正错误 所以造成了严重的结果 所以此时中国方面的强烈的信息释放 是对立陶宛方面此前做出的 错误举动的一种回应 同时也希望立陶宛方面看到一个中国原则 是不能够触碰的 中国将坚决的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 再来关注 据台湾媒体报道 蔡英文日前以视频的方式 接受了日本媒体文艺春秋杂志的专访 在专访中 蔡英文一边警报美日大腿告洋状 一边继续鼓吹与大陆脱钩 与此同时 蔡英文强调所谓维持现状不冒进 据台媒报道 蔡英文在受访时叫嚣 台湾绝不接受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方案 这也不会成为未来的选项 谈及两岸关系 蔡英文声称 民进党当局采取的是所谓维持现状的立场 也就是不冒进政策 蔡英文还妄称 在近年来大陆对亚太区域显露出极大企图心的背景下 日本美国等国家讨论台湾海峡表达关切 对所谓持续扩张军事的大陆 其实是送出一个信号 使大陆在政策决定上不得不更加慎重 谈及半导体产业 蔡英文称 美国想要将自己的供应链与大陆经济进行脱钩 台湾也采取不应将生产据点与市场 过度依赖大陆之立场 虽然现在台湾有许多企业 在大陆有生产据点 但今后要让贸易伙伴与投资地点更多元化布局 对于近来 日美也想要强化半导体产业 招揽台湾半导体厂商设立制造工厂 动作频频 蔡英文表示 招揽半导体制造工厂 并非仅止于满足日本或美国当地的需求 对台湾也有很大的利益 得以彼此扮演互补而发展的角色 蔡英文真的就是狭养语之重 她希望透过美国跟日本的关系 能够给中国大陆展现一些压力 所以她谈话谈话得非常清楚 她说美日对台湾的安全 表示的越关心 越愿意合作 那么大陆将来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就越为了慎重 可是逻辑可能并不会这个样子 如果大陆感觉到说 民进党他要走向台独 这个意愿越来越强了 这个时候你想想看 美国跟日本越站在台湾这一边 反而会促成大陆越早的展开一些行动 特别是你要知道 现在美国在遏制中国大陆的发展 美中现在处于高度的一个对抗当中 在这个节骨眼上 台湾如果说完全还狭养你自重的话 我必须要讲 这对台湾不见得是个好事情 所以我认为蔡英文的判断 完完全全相反 真正两岸的问题 还需要两岸自己去解决 另外蔡英文她讲了一句 也很有意思的话 她讲什么 她说遇到压力不屈服 然后呢得到支持也不会冒进 一个遇到压力不屈服 一个得到支持不冒进 各位我们来思考一下 她什么叫做得到支持不冒进 冒进的概念是你要走得很快 不冒进就是你慢慢走 那很明显嘛 她这句话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 我即使得到美国的支持 我也不会冒进的走向台独 那换句话说 其实走向台独还是她的最终目标嘛 因为她只是不冒进而已嘛 但是她要缓进嘛 所以你从这些蛛丝马鸡 一些字语来看的话呢 其实蔡英文她的基本立场并没有动摇 她还是要坚敌走一个分离主义的台独的路线 而她希望得到美日方面暗中的支持 缓缓的支持 我想从这些谈话中 你去一个字一个去分析 就了解她的原貌所在了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此前在应询时指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 再次上演台独闹剧 只会自取其辱 她同时敦促有关国家 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这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的 日媒问及新冠疫苗采购问题 蔡英文声称 确实在采购疫苗上 当初面临很大的困难 但台湾为此受到国际社会的注目 日本及美国等国家协助提供疫苗 蔡英文称 她要借这个机会表达感谢 蔡英文接着表示 民进党当局正式授权民间企业与团体 就采购疫苗进行谈判 结果台湾的大型企业 台积电 红海 以及慈善团体 慈善基金会等 在官民合作下 成功的采购到疫苗 蔡英文说 台产疫苗在临床实验上也有成果 盼紧快得以开始接种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 外面要感谢月华不锈钢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怕生锈用月华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 张斌先生 蔡英文日前以视频的方式 接受日本媒体专访 谈及两岸关系 蔡英文声称 台湾对大陆是采取维持现状的立场 也就是不冒进政策 同时呢 他也说 要摆脱对大陆生产的制品 零件 软件等高度依赖之现状 让贸易和投资能够更多元的发展 那么您是怎么解读 蔡英文的这番话呢 这次蔡英文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 应该说她在回答的几层含义当中 并不意外 基本上还是民进党当局 包括台独势力推行台独这几套 一个呢 就是在这个两岸关系上 那么蔡英文呢 仍然是拒绝承认九二共识 依然呢 把大陆作为威胁 同时呢 希望呢 美日等等 这些境外势力能够介入台海问题 给予台湾更多的支持 以便呢 咸阳自重 对抗大陆 再有一个呢 就是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呢 在经济上 他希望跟大陆进行相应的脱钩 那么经贸上啊 两岸交流上啊 都来进行一个脱钩 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表述呢 我觉得基于啊 三个层面的考量 第一个就是呢 本身推行台独的一个具体步骤 实施的考量 也就是说 两岸如果说是能够呢 在民进党执政当局的操弄下 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一个切割 让台南民众跟大陆民众没有交集 让两岸之间的这样一个往来呢 受到乡的阻碍 甚至停滞 对于民进党愚弄倒人的民众 包括推行台独政策 甚至呢 妖魔化 无名化大陆是有好处的 这对于他推行台独 是有着一个助力作用的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啊 美国的因素 美国对华采取全面对抗态势 也是在经济上啊 科技上啊 跟大陆采取对抗和切割的方式 那么民进党执政当局呢 当然要养着美国的鼻息 跟随着美国 也希望采取一种对抗的态势 这样的话 一方面能给美国呢 宣誓效忠 那个投名状 表示跟美国站在一起 另一个层面呢 也是希望呢 我都这样的对你宣誓效忠了 在关键时刻 你是不是也要帮助我 一起对抗大陆 这是他第二个考量 第三个考量就是呢 我们知道 两岸关系啊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含义 就是什么呢 就是两岸关系好 台湾才能好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除了政治上的问题之外 更多的是经济上的 台湾跟大陆距离相近 那么大陆的广阔的市场 和巨大的发展空间 以及未来十四五啊 二零三五等等 这样的一些规划 都会给台湾的 这样一个发展 包括台湾的民众 和台湾的企业 带来更多的一个助力作用 所以两岸关系 如果好的话 那自然 大陆的这样一个 磁吸效应就会明显 更多的台湾民众 就愿意跟大陆来往 就愿意到大陆 来相应的发展 包括台企也会跟大陆呢 这个相关的企业啊 有着更密切 密切的一个联系 这一点恰恰是 民进党执政当局 不愿意看到的 他们宁可要损失 倒内的经济和 相应的这种企业的成长力 也要跟大陆呢 划清界限 也要进行切割 所以啊 如果两岸之间的 这个交往一频密 给台湾民众带来 实实在在利好 那显然 对于民进党 这种撒谎成性的 一些两岸表述等等 很可能就会被啪啪打脸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无论从个人的意愿 还是从实际的情况 以及外部势力 对台湾的干涉 那么蔡英文 这样一个表态 并不奇怪 好的 谢谢张冰先生 我们稍后继续请教 再来关注 有国际认证的新冠疫苗 阿斯利康和莫德纳库存吃紧 全台湾都陷入了疫苗荒 根据台湾媒体的报道 台湾自产疫苗高端公司证实 与蔡当局签订的 500万剂采购合约 承诺在年底以前提早交货 不过参与台湾自产疫苗的 175名员工 却被爆出列入 接种境外疫苗的优先行列 不少网民就质疑 员工连自己都不敢打了疫苗 还敢给老百姓打吗 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 隶属于台卫生福利部门 负责台湾新制药品审查 以及医疗用品申请上市核准的部门 现在却被台民带曝光 又疑似超打境外新冠疫苗的情形 这个单位本身在做的事情 大部分都是会议以及书面的审查 可是却发现夹带了175位 也在这样的施打名单里面 而且就算临时人员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去调相关的资料 但是都用各资的因素而不予以提供 根据探媒报道台食药单位编制内人员共646人 新冠疫苗造册人数却登记为1356人 新冠疫苗接种率高达169% 其中编制内529人 编制外的临时人员408人 委外人员193人替代亿51人 还有175人来自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 进一步追查发现 该查验中心董事长就是台食药单位主管吴秀梅 对此台食药单位笔直气壮 台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是全力护航 这是我们帮忙审查疫苗的 让这个名单可以公开透明 为什么要公开透明 人数就是这样 当然如果有不符合资格的 当然是不行 那不过基本上在照册里面都是符合 他们就是一般的会接触到药品跟检验封签 等等相关的人员 不过舆论并不买账 台湾网友纷纷质疑 这些审核台产疫苗的怎么不打高端 你们应该带头展现台湾价值 诈骗集团民进党当局什么恶事都敢做 无法无天无德无良 可以滚下台了 更有网友表示 草菅人命的民进党当局官员 终会有恶报的 这些相关的业务真的有跑到第一线吗 如果你们都认为危险的话 全台湾这么多的上班族 为什么他们不危险 根本就是一种图立自己的行为 好好意思辩解 与民进党当局相关人员 享受特权疫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道内多数民众正在苦等疫苗 与此同时 台产高端疫苗正在加快交货的脚步 根据他媒报道 高端疫苗证实 目前到货量已经有35万剂 后续疫苗将陆续交货 目前先以单剂量的疫苗为主 多剂量的生产端 还有法规面的程序未完成 待完成后很快就可加入生产行列 越来越有信心 预计将提前完成500万剂交货 比外界预期的年底前还早 为什么民进党政府急着 跟所谓的高端公司 所谓的高端疫苗 要求他们快点交货 这其中有很复杂的因素 第一个 目前只有交货35万剂的高端疫苗 而且更惨的是 因为他们出货量比35万剂大 其中有八成不合格退货 所以剩下的两成就是35万剂 所以未来如果他品质继续不稳定的话 要在年底交期500万剂是有困难的 好吧就算他能够在年底前交期500万剂 500万剂到底谁来打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目前打不到这些疫苗的大体上都是在40岁以下的人 也就是主要的轻壮年孔 这轻壮人口呢 打不到抱怨年天 民进党政府当然有意图 要把高端疫苗呢 拿来唐赛给这些年轻人呢 打不到疫苗 那一方面又宣传 说如果有进口德国的BNT疫苗 会先给年轻的学生啊 差不多是20岁上下的 来打这种BNT疫苗 所以打给学生族群啊 有助于民进党争取他们的年轻选票 但是会不会用高端疫苗来充速呢 可能会逼得很多很多的三十几岁的人口群啊 因为打不到其他的疫苗 不得不只好打高端疫苗 同时他们又在宣传 说你第一剂打高端疫苗啊 第二剂可以让你优先打复辟胎疫苗 换句话说用复辟胎疫苗啦 来吸引高端疫苗 所以如果说到时候他们 复辟胎疫苗 BNT疫苗没有准时进口到台湾的话 他这个支票就要跳票了 就让很多人因此而失望 对民进党的选举是不利的 所以会不会去阻挡复辟胎跟BNT疫苗 进入台湾啊 我认为目前看似不会 但是也不能排除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让郭台铭跟台积电的疫苗进来的话 是对民进党政府威信很大的打击 那如果能够使他其中一部分 没有办法顺利进入到台湾 那这样子可以挫败郭台铭的一个雄心壮志 因为他们一直都很怀疑 郭台铭有可能参选2024台湾地区的领导人 所以不能让郭台铭的声望太高 这是他们打的小算盘 我们继续连线张斌先生 国民党明代林一华爆料称 台产疫苗175名员工优先使打境外疫苗 岛内的网友就质疑了 连自己都不敢打的疫苗还敢给老百姓打吗 您对此怎么看呢 我们知道台湾从这次疫情爆发以来 应该说这个疫苗问题一直是困扰着台湾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那么好不容易有一些这样的一个从美国日本等等进口来的一些疫苗 那当然了作为防疫的第一步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物资 当然民进党志愿当局是不会放过的 一定是他的这种特权阶层 他的相关的利益方 一定要进行啊 首先的接种 这其实也是民进党主管的部门的这样一种啊 惯常的思维了 连蔡英文自己的这个飞机都能够夹带私货走资香烟 你何况下面的这些部门 那一定是优先为自己考虑 第二就是什么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啊 并不是说呀 买不到相当的疫苗 而是民进党不愿意买 不愿意买的目的什么呢 希望推自己的岛内产的 比如像高端疫苗等等 这高端疫苗啊 从他研发那一天起就备受关注 在还没有经过这个最终的临床实验的时候 民进党当局已经定了上千万只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么想力推自己产的这个疫苗啊 是民进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 所以现在呢 这些疫苗呢 包括这个莫德纳也好 阿斯利康也好啊 他并没有特别的着急要进 因为自己有这个疫苗 但是正是因为这个疫苗问题重重 那么给台湾民众造成很多的恐慌 所以说呀 不仅是老百姓恐慌 就连生产疫苗的这些员工 心里也没底 也都纷纷的要打境外产的一个疫苗 就是打台湾以外产的疫苗 这其实恰恰证明了对于台湾岛内产的疫苗的一个没有信心 可是这样的疫苗 民进党又是力推的 因此台湾民众很可能就会被当做小白鼠 来进行相应的岛产疫苗的这样的一种实验了 这其实是民众啊 最诟病的地方 一方面好疫苗 或者是有已经经过验证的疫苗 你们这个特权阶层先打了 那么这些疫苗连你们自己都不信 却给台湾民众打 看似好像是疫苗欠缺的问题 这背后有着深层次的政治考量和经济考量 好的 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 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三号宣布参选国民党主席 让国民党主席的选战持续升温 外界也都在关注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是否会参选 朱立伦9号接受网络节目专访时提到 这段时间他跟韩国瑜有过多次见面聊天 党主席的部分韩国瑜给了他很多的鼓励 这星期就领表了 就会确定大家就不要再造成这些纷扰了 这段时间我也跟韩市长有多次的见面或聊天过 也有谈话过 我看他现在的心境就是希望沉浅 好好的做公益 然后他对社会的很多关怀 有时候在他的脸书上面浮现 或者是在他的直播或YouTube上面出现 我觉得都没有什么正视性 9号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接受网络节目专访 对于外界关注的韩国瑜参选意愿 给出了自己的观察 同时朱立伦也释出了韩国瑜鼓励他的信息 党主席的部分他给我很多的鼓励 这礼拜啊 这礼拜就领表了 就领表 这礼拜就领表就会很确定 然后大家就不要再造成这些纷扰 韩国瑜参选国民党党主席的可能性 我个人判断啊 依据各种情况来研判 几率是非常的低 因为现在的韩国瑜已经不是在2020年之前 韩国瑜那种声势 现在的韩国瑜不管在党内在社会上 声势都有急速的快速的消除当中 所以你这个一个气势正在衰退的韩国瑜 那他要冒这个险出来参选国民党党主席 他的失败率是很高的 那如果参选国民党党主席失败 他从此的政治路就断掉了 朱立伦当然会争取韩国瑜 虽然已经整个号召力缩小到很低的程度了 但是毕竟也是一股力量 所以朱立伦在参选的时候就讲说 2024要替国民党找到最强的候选人 最强候选不包括他自己 那都点了名单 侯友宜 卢秀燕 赵梢康 韩国瑜四个人 表现四个人是有相当的力量 但这几个人里面最强当然是 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台中市长卢秀燕 毕竟是现任的 那至于赵少刚跟韩国瑜的力量 基本上是不够的 不够撑起2024的选战的 但是朱立伦会提到韩国瑜 表示在跟韩国瑜示好 同时呢朱立伦也有去拜访过韩国瑜 韩国瑜当然会对他有所鼓励 因为来者是客嘛 不管谁去拜访韩国瑜说明要参选国民党党首席 韩国瑜当然会礼貌上给他的鼓励跟支持 所以整体来讲 朱立伦是在用这种方式 在拉拢一些少数支持韩国瑜的国民党党员 来归队投票给他 这是整个选战策略一部分 但也不表示韩国瑜在未来会公开站出来说 韩国瑜支持这个朱立伦 这个情形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所以韩国瑜在朱立伦江启神跟其他候选人之间 应该是会保持等据 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 而对于2024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朱立伦则继续领导力的竞选主轴 表示要当好总教练 朱立伦近来是努力提高政治声量 除了擒跑基层上各种节目 也频频针对议题发声 针对民进党当局因应疫情冲击民生经济 将再规划振兴五倍券的政策 朱立伦9号在脸书批评 民进党当局防疫政策做得一团乱 疫苗慢如牛步 经济民不聊生 而纾困还是一样乱无章法 他认为最好的振兴券就是新台币 朱立伦强调 民进党坚持不发现金 要搞三倍券 纾困4.05倍券 这种花式纾困 基层弱势民众领不到 厂商无法度过难关 行政人员忙翻 把民众生计搞得三倍困五倍难 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扫 该下台负责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艾科竹 台湾高端公司与台所卫友邦巴拉圭亚松森大学医学院签署备忘录 在巴拉圭进行台产高端新冠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 9号有人注意到该备忘录中将主办单位写成中国台湾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就特别问道 此事蔡英文知道吗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9号在脸书贴出巴拉圭亚松森大学医学院的声明链接 称高端与巴拉圭这所大学签署备忘录 他特别提到在7月9号亚松森大学医学院发出的声明中 将试验主办方写为中国台湾 这不是委托巴拉圭亚松森大学做的第三级测试吗 为什么要用 为什么不用正式的 台北市议员张思刚宣称 此举是所谓矮化台湾 还质问说 高端难道为了快速上市装作不知道 台卫副部门主管陈时中知道吗 蔡英文知道吗 被问及此事的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 没有正面回应 还把这烫手山芋甩给台外市部门 要他们去好好了解一下 其实近年来发生类似事件并不是首次 国台办曾就这类事件回应称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是国际社会所普遍公认的一个现实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这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我们再来看 在新冠疫情的影响下 台湾服务业的平均总薪资变动显著 呈现了两样情 对此岛内专家表示 民进党当局发放的振兴券要有针对性 5月的时候就要推动的 那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我们暂缓 岛内知名快餐业者首度公开招募 开出1500个职位 据统计 岛内旅游业 艺术创作以及住宿业等 薪资衰退幅度 从4%至13%不等 本来相对薪资就不高 如今又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 平均减少1956至6238元新台币 政府其实呢 比如说我们的振兴券要发的时候 应该有针对性 呼吁纾困不只要持续 振兴更得对症下药 但岛内也有产业事成倍速成长 其中证券期货业2021年1至5月 从业人员平均每月总薪资 达149,016元新台币 较去年同期成长29.92% 在服务业中拔得头筹 因为利率很低 所以呢股市很好 所以跟金融保险就比较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全台警戒降为二级 餐厅开放堂食 不过百货公司美食街餐厅等 近一周的平日用餐时间 仍很冷清 警戒降级后 台湾人力银行就商业服务业 类别店家进行调查显示 仅有两成企业对于业绩回升有感 83%的企业呼吁民进党当局 紧速发放振兴券 增加民众消费量能 挽救企业生存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助播出 豪市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本节目由盼盼食品赞助播出 盼盼食品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赞助商 我是艾科主 我们再来关注 中俄西部联合2021演习 9号上午在宁夏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 正式启动了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 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的 大规模中外连演连训活动 这也是中国首次邀请俄罗斯军队 进入位于内陆腹地的宁夏参加演习 当天中方数价最先进的影型战机 歼20亮相开幕式现场 这也是该型战机首次参与联合演习 9号上午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李作成 担任西部联合2021演习总导演 宣布演习开始命令 演习开始仪式上 中俄两军参演官兵按作战 编程编组13个地面方队 两个空中梯队接受检阅 此次演习从9号开始将于13号结束 共分为两个阶段组织实施 第一阶段重点演练 联合指挥部判断情况 磋商方案 定下决心 组织协同等内容 第二阶段重点演练 展开联合作战对敌实施 饱和火力突击 综合毁滩敌作战体系 纵身轻脚追尖残敌 这次演习在演习设计上 体现新思维新理念 在参演兵力上 体现新力量 新装备 在指挥控制上 体现新系统 新手段 在行动的样式上 体现新概念 新战法 另外解关注的是 在9号的演习开始仪式上 数价歼20亮相开幕式现场 这也是该型战机 首次参与联合演习 中国国防部网站称 这次演习课题是联合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中俄官兵混合编组 联合指挥部对两国参演部队实施联合指挥和仗筹划同台合练 共同检验和提高部队联合征搜预警 电子信息攻击 联合打击清剿等能力 罗罗斯记者《真理报》引述俄军事专家佩伦吉耶夫的话称 这次中俄联合军演 选载了美国以及北约部队仓促决定撤出阿富汗之际 而选址在中国宁夏 目标非常明确 就是为了打击三股势力 即恐怖主义 极端主义和分裂主义 佩伦吉耶夫认为 美国人从阿富汗仓促撤军后 这一地区会出现动荡 美国实际上是将安全包袱甩给周边国家 不过俄中联合军演 现实出两国打击三国势力的决心和能力 将为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奠定基础 对于此次中俄西部联合2021联合军演 多国媒体也高度关注 德国世界报9号称 近来美国及盟友伙伴举行了多个针对中俄的大规模军演 中俄这次联合演习 发出明确的团结一致反对美国威胁的信号 报道称联合演习已成为中俄军事合作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两军联合演习从陆地空中和海上 扩展到信息和导弹防御技术等敏感领域 华盛顿邮报刊登美国前驻俄大使迈克福尔的文章称 美国一些人把拉拢俄罗斯来制衡中国 看成拜登政府的首要战略 然而相比之下 今天中俄在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上的联系 比以往更紧密 在普京看来 中国是更可靠的伙伴 而拜登和未来的美国总统不值得这种信任 文章称 想将俄罗斯从中国身边撬走是白费力气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刘洋先生 中俄此次演习的主要目标是打击三股势力 请教您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呢 在您看来 此次中俄联合军演为什么能够吸引多方的关注 这次中俄西部联合2021军演 从8月9日上午刚一开始 就吸引了很多国际媒体关注的目光 其实在这次军演之前 刚刚透出风声的时候 西方媒体就第一时间关注了 中俄同时作为上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国 在这个时候举行如此大规模的军演 自然就会吸引很多人的关注 更何况中俄的军演有很多的首次 首先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中国境内首次举行如此大规模的连演连训活动 同时它也是中国首次邀请俄罗斯军队 进入中国腹地的宁夏来举行这种联合军演 同时还是中国最先进的歼20战机 第一次参加与外军的联合军演 同时拥有这么多的首次 此次中国军演就算想低调 它的实力也不允许 我们也注意到在此次联合军演当中 中俄先进战机均有参加 特别是中方出动的 数架最先进的隐形战机歼20亮相 这也是该型战机首次参与联合演习 请教您这样的默契安排说明了什么呢 这样的默契自然显示了中俄之间的互信 已经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当然这样的证明并不仅仅体现在 在歼20的首次出动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媒体 在报道这次中俄军演的时候 都把标题点把关注点 第一时间放在了歼20的首次亮相上 这说明中国军队把自己最先进的武器 拿出来和俄罗斯的军队 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分享 另外在演习的地点上也是这样 这次的地点是在宁夏 刚才已经提到 是中国第一次邀请俄罗斯的军队 进入中国的内陆腹地 来进行这样的联合演习 我们看到过去几年 中俄之间的联合军演 已经举行过很多次 但大多数都是发生在俄罗斯 在俄罗斯举行 解放军是客场作战 打引号的作战 但这一次是我们把俄罗斯的军队 邀请到宁夏来参演 这个地点也说明了 中俄互信的一种程度 另外也有很多媒体注意到 在这次军演的过程中 解放军向俄罗斯的 这个参演的士兵 就教授了中方的 这种军事装备的使用方法 以前我们解放军 在客场到俄罗斯 去参加军演的时候 也要学习 俄罗斯的军事装备 是如何使用的 中俄的军队在参演的过程中 向对方展示 教授几方武器的使用方法 这本身也足以说明 中俄之间的互信 已经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 中俄越互信 美国就越担忧 从美西方媒体的 对这次军演的报道来看 他们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 中俄这种史无前例的默契 同时配的评论词 基本都是说 引起了美国怎样怎样的担忧 我们也可以看到 除了报道 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首次之外 还有一些美国媒体 包括美国的 美西方的这种军事分析家 在担心这次的中俄联合演练 中国已经开始联合的指挥 联合的部署 联合的作战 他们担心中俄 是不是已经可以互相使用 对方的这种电子通信系统 随着中国的军事协同能力 协同作战的能力越来越强 美国自然会担心 中国之间的接近 是针对自己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韩国的中央日报 9号就发表了一个评论 简直可以形容它是 非常简单粗暴的评论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我是爱科主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我们来继续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刘洋先生 不少媒体都解读 中国这次联合演习 发出明确的团结一致 反对美国威胁的信号 另有观点指出 为了遏制中国 美国拜登政府 企图再次玩平衡游戏 试图拉拢俄罗斯 但是中俄展示出了 真经不怕火炼的蜜月关系 请教您事实是不是如此呢 中俄在这次军演当中是如何破除美国的冷战老套路呢 事实上不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 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上来说 都应该算是顶流的水平 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联动 其影响往往是世界级的 也会在第一时间引起世界性的关注 而从美国的角度出发 美国和西方的这种国际关系的学者 非常喜欢讨论中美俄三角联动关系 认为这是大棋局中非常值得注目的一种三角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到 拜登在不久之前见普京之后 拜登就主动的向美国媒体流露出 一种挑拨离间的信号 因为拜登跟美国媒体说 他不断的在提醒普京 俄罗斯正在受到来自中国的某种挤压 但是他的挑拨离间成功了吗 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 中俄之间的这种政治互信和联动 在我看来并没有受到 拜登挑拨的影响 包括这次西部联合2021军演的 如期的举行 也证明了中国之间的政治互信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国际媒体 因为这次军演的联合举行 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把它认定为 是拜登的这种挑拨离间行动的一种失败 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 美国驻俄罗斯的前大使 在美国媒体上写了一篇文章 他警告拜登政府 或者说提醒拜登政府 用这种老的冷战套路式的这种方式 想把俄罗斯从中国的身边给撬动过来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而且从美国的心态出发 他们并不喜欢普京政府 对普京这个人的执政风格也颇有微词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国内也有很强的反对俄罗斯的势力 美国很难像拜登政府想的那样 就是用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 就能去挑拨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且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说 拜登政府是不是也应该需要 去检讨一下自己的心态 随着世界形势的不断的变化 现在的中美俄关系和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再用那种冷战式的套路 然后联合俄罗斯来反对中国 联合中国来反对俄罗斯 这样的套路是不是还能够成功 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好的 谢谢刘洋先生 给我们带来的分析 再来关注 9号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太和智库 海图国志三家智库 在北京发布 美国第一美国抗疫真相研究报告 这是全球首份揭露 美国抗疫真相的智库报告 也是首次由三家知名智库 联合研究的详实报告 报告全文约2.3万次 用严谨的研究 真实的数据 客观的立场 以为党争 不为生命 犯科学 反常识 制度失灵 使疫情难控 疫情加剧 社会撕裂 肆意破坏全球抗疫等五章 共20部分内容 驳斥了彭博社 关于美国抗疫全球第一排名的 荒谬性 报告指出 在沉重的现实面前 一些美国媒体 反而将美国抗疫 评为世界第一 这既有备于基本的人类伦理 也无助于未来的人们 真实客观地看待 当下的世界历史 报告指出 2021年7月30号 全美新冠肺炎疫情 单日新增病例数超过10万例 正进入第四波的上升期 报告揭露 美国政府在疫情防控 政策措施 溯源调查等多方面 反科学 反常识 是美国成为抗疫失败国的直接原因 报告还质疑 美国德特里克堡 及美国其他生物实验室 究竟在开展何种研究 安全措施实施情况如何 与全球新冠疫情 是否有关联 这些都是新冠溯源中 理应得到解答的疑问 但美国政府一直在掩盖 报告认为 疫情爆发后 依然有2000多万美国公民出国 美国对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 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本国疫情早期传播存在的疑点 面对国际社会的关切 美国却惠莫如深 相比于新冠病毒 更为致命的病毒 是在美国带领下 不断滋生的溯源恐怖主义 在报告发布现场 美国资深媒体人也呼吁 应放弃地缘政治 携手抗击疫情 新冠病毒已经成为了一种政治工具 美国借此玩推卸责任的游戏 而反观中国 中国始终信守将疫苗 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 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舞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想要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向在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峡TV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